进行时 年轻人最初走上社会的时候 往往都怀着远大的梦想 但是不管这个梦想有多么的美好 都要有正确踏实的第一步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如果第一步就偏离了巷 那么一生的境遇就会大不相同 前不久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位市主 在银行ATM机上取钱时遭到了强劲 一名男子石刀抢走的市主几百元的刑警 在随后几天里 这名嫌疑人又连续作案两起 目击着说 嫌疑人似乎只抢男的不抢女的 一个女孩两次遇到嫌疑人 却都全身而对 报警那个女孩据这个了解 她这个第一次她准备取钱的时候 这个发现这个 已经发现这个嫌疑人持刀在里边抢劫了 第二次第二天呢 她跟她男朋友一块这个准备取钱的时候 被嫌疑人这个用刀给这个赶出来了 为了尽快破案 240名民警 日夜守护在60多台自动许广系附近 等待嫌疑人出信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 民警终于发现了万分嫌疑人 老若病残永远不强 女人只认不动 比如说打来最普通的一些 大家老可 比如说都关了事 跟一会儿提起 早就说话疼 你说还能打他呢 不能对吧 因为咱们 咱们是银 那你觉得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是好人 我走的路上欢迎我 这名男子叫胜利国 今年19岁 别看年纪不大 言谈举止 却显得成熟老令 不过在交谈过程中 胜利国的逻辑 却有些混乱 胜利国告诉记者 她的梦想是做一个侠客 将来行走江湖 打抱不平 现在抢钱是为了积累资金 我专门跳什么样子 比如说晚上 我看这一个小头偷偷我 我专门失望他 你是抢劫的让我对你 我当时的时候 我感觉这人要失落不受 我还帮你绑起来 我给你弄他 但是你现在没什么都干 这胜利国混乱的路 才让连连干出这些荒唐事 短短几天 胜利国就抢了赃款1600余元 目前胜利国已经事先抢劫 被大型国安分局刑事决 19岁